南投草屯13号下午有一场音乐祭 吸引了青年聚集 长辈也热情的参与 这是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 蔡培慧抓住年轻人的喜好 邀请小农士级来办音乐祭 希望可以在选战倒数阶段 催出选票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热情参与 表演团体卖力演唱 展现活力 一旁还有美食摊车聚集 民众大排长龙 年轻人很喜欢这些市集 然后或者是音乐活动 我觉得这个是 很深入的了解我们年轻人的内心 13号下午南投草屯这场音乐祭 邀请许多乐团轮番登场 现场热闹滚滚 今天我们有摇滚乐 我们有非常多的青龙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有一个民主广场的形态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整个台湾有今天的进展 是大家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 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 抓住年轻人喜爱的市集乐团 举办音乐祭 希望能在选战最后阶段抢购年轻选票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还特别前来全力辅选 我已经做厉害了 他比我厉害了 就能帮他做厉害了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要跟他鼓励 做一个分心配到幼儿 这样好不好 好 选战倒数两周 最后冲刺阶段 蔡培慧抓住年轻人的喜好 要举办热闹音乐祭 盼能催出选票 接着综合报道